即實現全線貫通後 連接香港珠海澳門的港珠澳大橋 再傳出通車消息 據多家香港媒體報導 港珠澳大橋將舉行通車典禮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將在週末南巡廣東 很可能這是為了親自出席通車大典 甚至還會搭乘專車 繞橋一周 但不會入境香港 將直接原車折返珠海 親自體驗港珠澳一小時 經濟生活圈 港珠澳大橋通車前 從香港到珠海 畢竟虎門大橋 經常得塞車一小時以上 港珠澳大橋通車後 三地直通能省下不少時間成本 港珠澳大橋之後 駁到那邊那些廣西公路 甚至可以去到東門 整體來說 你整個餅做大了之後 不同模式是變了的了 有些是做不到的 現在做到 但其實這項跨越林丁陽的 世紀工程歷史九年才完工 除了長達6.7公里的海底隧道 建造過程困難重重 橋體重達3000噸的海豚塔 也是先在陸地上生產 再創世界首例使用兩條浮吊船 在空中協作翻轉安裝就位 從生產到組裝都是超級工程 如今即將減採通車 也讓港珠澳民眾拭目以待 記者唐晨不倒